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英国文学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 威廉·莎士比亚的代表作《哈姆雷特》 不夸张地说,莎士比亚是缔造现代英文的最大功臣 而哈姆雷特就是他所留下的最大宝藏 那么莎士比亚是谁呢? 他创作的这本《哈姆雷特》又为什么会获得这样高的声誉呢? 1564年,在英国中部一个富裕市民的家庭当中 莎士比亚出生了 虽然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贵公子 但是因为家道中落,他并没有享受太久富裕的生活 生活的负担压迫着他,让他不得已背井离乡 只身一人来到伦敦 很少有人知道莎士比亚出到伦敦时经历了什么 有人说他在伦敦的剧场里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 刊马人,清洁夫,提词人,临时演员 这些在剧场的工作经历既开阔了他的演技 又加深了他对生活和戏剧的理解 为他日后的戏剧创作打下了基础 1590年,莎士比亚凭借惊人的天赋和勤奋努力 逐渐在剧团展露头角,并一跃成为文学大家 著名的四大悲剧和四大喜剧就诞生在这个时候 哈马雷特便是其中之一 因为作品常常能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 反映社会问题 莎士比亚在文学史上具有极高的地位 他对近代英文的贡献 也是使他获得巨大声誉的原因之一 曾有人说是莎士比亚造就了近代英文 近代英文也造就了莎士比亚 今天的我们之所以给予哈马雷特以极高的评价 是因为他无论从语言表现手法 还是从人物形象塑造等各个方面来看 都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在哈马雷特中 哈马雷特、克劳迪斯、波罗涅夫、奥菲利亚 这些主人公们性格鲜明、形象各异 当我们仔细体会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时 会发现莎士比亚像是一个语言的魔法师 哈马雷特彷徨时会发出生存还是毁灭 这样富有哲理的感慨 他面对爱人奥菲利亚时 又会发出不要质疑我真的爱你 这样斥烈真挚的情话 人物的每一句台词 都是这样贴合他们各自的人物性格和故事情节 而人物自身的情感碰撞 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纠葛 都是情节发展的主推器 他们成就了这个曲折动人的复仇故事 也让无数后人仿佛真正置身于丹麦王宫 坐在哈马雷特边上 听他剖析自己的内心 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 让一个养尊处优的丹麦王子 向命运发出了生存还是毁灭的拷问 哈马雷特又到底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我们又该如何评价哈马雷特这个人物呢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丹麦国 去领略一番哈马雷特的人生遭遇 这本书讲了什么主要内容 一部王子复仇记 丹麦国的王宫 最近正被一股诡异的气氛笼罩着 因为受人尊敬的老国王 在两个月前的某一天神秘的死去了 国不可一日无君 老国王的儿子哈马雷特正在国外留学 在他乘船赶回丹麦前 老国王的弟弟克劳迪斯 抢先一步继位了 丹麦国有了新的国王克劳迪斯 可王后却依旧是原先的乔特鲁德 这个克劳迪斯不仅抢夺了先王的王位 还霸占了先王的妻子 他违背了道德 抛弃了礼仪 把自己的嫂子娶进了门 更可恨的是 乔特鲁德面对这样无理的要求 竟然没有反抗 他在丈夫丧妻未过之时 就选择匆匆改嫁 丹麦国内面临着改朝换代的内忧 在国外同时也面临着外患 邻国挪威的国王 曾是丹麦老国王的手下败将 他死在了与丹麦先王的战斗中 并按照承诺隔让了土地 如今先王已去 挪威王子福丁布拉斯见情势大好 于是在挪威国内睁目撞钉 训练士族 并趁机发兵 以报当年杀父之仇 顺便夺回曾经被割让的土地 年轻英俊正值善良的王子哈姆雷特 从国外匆匆赶回丹麦奔丧 面对父亲的骤然尝试 哈姆雷特痛不欲生 在丹麦王室城堡的大厅里 身披校服的哈姆雷特 愁云满面 而他那一个月之前 还哭得像个泪人似的母亲 在脚上那双笑鞋还没有破旧的时候 就坐在新丈夫旁边 劝说他抛开阴郁的神器 要他对新上任的国王和颜悦色一些 面对这一切 哈姆雷特感到十分的屈辱 他冲着自己的母亲 丹麦国的王后七分的指责道 脆弱呀 你的名字就是女人 上帝呀 一头没有理性的畜生 也要悲哀的长久一些 一个富有理想的青年人的生活 就这样被乌云笼罩了 哈姆雷特对一切都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时 哈姆雷特的好朋友霍拉旭告诉他 在城堡前的露台上 连续两夜都出现了一个鬼魂 并且那个鬼魂从头到脚 都穿着和仙王一样的甲咒 就连身形也和仙王一致 听闻这样神秘诡异的事情 哈姆雷特自然要去一探究竟 于是 在一个阴森磕布的夜晚 哈姆雷特和好友霍拉旭 以及侍卫马西勒斯 来到了城堡前的露台上 午夜十二点已经过去 凌冽的寒风吹得人身上阵阵刺痛 克劳迪斯正在王宫内大雁群臣 铜骨和喇叭声 喧闹得响彻夜空 就在这时 那鬼魂来了 他依旧是不说话 笔直地站在那里 向哈姆雷特招了招手 霍拉旭急切地对哈姆雷特说道 他招手让您跟着去呢 好像有什么话 要对您一个人说似的 哈姆雷特也瞧见了他 可那鬼魂却不肯说话 只是执意让哈姆雷特跟他走 千万不要跟他过去 因为担心会有危险 霍拉旭劝阻哈姆雷特 不要跟他走 侍卫马西勒斯 也拉住了哈姆雷特的手 阻止他上前 但哈姆雷特心意一觉 嗨 怕什么呢 我把我的生命看得不值一枚真 我要跟他去 他奋勇地争夺了 霍拉旭和马西勒斯 朝那鬼魂走了过去 那酷似仙王的鬼魂不是别人 正是死去的仙王 那不愿安息的灵魂 你必须复仇 你必须复仇 那灵魂代替仙王 倾吐着自己的不甘与怨分 原来 仙王的死并不是偶然的 而是被人蓄意为之 真正的杀人凶手 正是那头顶王冠 正在宫中寻欢作乐的仙王 克劳迪斯 那鬼魂带着满腔的怒火 将故事的来龙去脉 告知了哈梦雷特 那日午后 我按照惯例在宫中的花园 小七便可 谁知我那阴险狡诈的弟弟 克劳迪斯 竟趁我熟睡之际 拿着一个盛着毒草汁的小瓶 把一种使人麻痹的药水 注入了我的耳朵里 那药进入了我的身体 使我光洁的皮肤 长起了无数的泡疹 就这样 我被奸恶之人 用邪恶的方式夺走了性命 他不仅掠夺了我的王位 还抢走了我的王后 哈梦雷特 报仇 要报仇 但恳请你 不要对你的母亲 有任何不利的图谋 哈梦雷特立刻就相信了鬼魂的话 激动地对鬼魂说 记着你 是的 我要从我的记忆的碑板上 失去一切琐碎于穿的记录 一切书本上的格言 一切沉言套语 一切过去的印象 我的少年的阅历所留下的痕迹 只让你的命令 留在我的脑筋的书卷里 不掺杂一点下贱的废料 是的 上天为我作证 啊 最恶毒的妇人 啊 奸贼 奸贼 脸上堆着笑的 万恶的奸贼 就这样 被现实逼迫到没有退路的哈梦雷特 放弃了想要回到威登堡念书的念头 开始了自己的复仇之路 大臣波罗涅斯的女儿奥菲利亚 仓慌地跑回家中 他惊慌失措地 对父亲讲述了他刚刚遇上的一件怪事 父亲 我正在房间里缝纫的时候 哈梦雷特殿下跑了进来 他走到我的面前 他的上身的衣服完全没有扣上钮子 头上也不戴帽子 他的袜上沾着污泥 没有袜带 一直垂到脚踝上 奥菲利亚怕极了 哈梦雷特 那个爱慕他的王子 不仅一彎不整 行为还十分诡异 他握住我的手腕紧紧不放 拉持了手臂向后退力 用他的另一只手 这样遮在他的额脚上 一眼不眨地瞧着我的脸 这样经过了好久的时间 他才轻轻地摇动了我的手臂 又上上下下点了三次头 然后发出惨痛而深长的叹息 直到他走出了门外 他的两眼还直直地盯着我看 大臣波罗涅斯问 他是因为得不到你的爱 而发疯了吧 我不知道 父亲 原来 哈梦雷特和奥菲利亚 一直以来都是互相侵慕的 一对家人 但波罗涅斯却极力反对 他们在一起 他教唆奥菲利亚 拒绝哈梦雷特的来信 并且不允许两个人见面 因此他猜测 哈梦雷特是因为求爱不得 所以疯了 波罗涅斯将哈梦雷特 一切不正常的行迹 都告诉了国王克劳迪斯 他还向国王展示了一封 哈梦雷特写给奥菲利亚的情书 那情书里的用词下流至极 完全不像一个王子会写出的东西 他向国王透露 哈梦雷特经常会在走廊里走来走去 而且一走就走上好几个小时 国王对哈梦雷特的行迹半信半疑 最终决定让波罗涅斯和奥菲利亚 去探一探他的虚实 哈梦雷特真的疯了吗 当然没有 他是装的 为什么要装疯呢 原因有两点 一方面他要迷惑对手 要让他们自乱阵脚 面对波罗涅斯妇女的试探 哈梦雷特伪装得很好 他像真疯了一样 胡话连篇 行为乖张 一点也没有露出破绽 另一方面 经历了现实里的种种不堪 性格忧郁 优柔寡断的哈梦雷特 看透了人世间的丑恶 他不愿意再轻易地相信别人 他开始对一切都产生怀疑 甚至对鬼魂的话也产生了怀疑 到底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假的 面对那改嫁的母亲 哈梦雷特又爱又恨 面对那愤满的鬼魂 哈梦雷特将信将疑 生存还是毁灭 这是一个问题 哈梦雷特发出了对生命意义的沉重思考 人应当怎样地活着 是忍受命运的折磨 还是反抗人世的苦难 仇恨吞噬着哈梦雷特的心 复仇的信念营绕在他的心头 可哈梦雷特却总觉得 敌人是那样的强大 自己却又是那样的弱小 哈梦雷特的内心矛盾重重 他的内心胶着无比 复仇的野心和冷酷的现实 让他不得安宁 他只能半真半假地装起风来 欺骗对手 也欺骗自己 哈梦雷特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 世界是污浊的脏气的集合 是长满恶毒又草的荒原 世界就是一座大监狱 而丹麦就是其中最坏的一间 就在这时 哈梦雷特最爱的一个戏班到宫中献衣 哈梦雷特突然心生一剂 他趁机安排他们上演一出 叫共扎古之死的好戏 并在其中加了几段情节 舞台上 国王的侄子把毒药灌入了国王的耳朵 谋害了他 并在篡夺王位之后夺走了王后 这情节和先王描述的故事完全一致 坐在台下的克劳迪斯 看了这出戏大惊失色 坐贼心虚的他慌忙起身 哈梦雷特观察到了这一切 由此断定 鬼魂说的一切都是真的 那天晚上 哈梦雷特在去见母亲的途中 碰巧撞见了正在祈祷的克劳迪斯 他本有大好的机会可以趁机杀了他 但暗于克劳迪斯是在祈祷 他害怕在这时动手 会使他的灵魂升上天堂 所以犹豫着迟迟没有下手 最终放过了他 在王后的寝宫里 哈梦雷特的母亲 劝他不要再疯狂下去了 听了这话的哈梦雷特怒火中烧 他猛地拿起镜子 要母亲好好地照一照自己的灵魂 看着震怒的儿子 王后吓坏了 以为儿子要杀了他 他急急地呼喊着救命 却在这时听到帷幕后 也传来了另一个人的救命声 哈梦雷特误以为那偷听者是奸王 于是踢起利剑 一剑刺死了躲在屏障后的人 却惊讶地发现 那倒在地上的人不是奸王 而是大臣波罗涅斯 哈梦雷特彻底怒了 他痛斥母亲失去了理智 当了情欲的奴隶 违背了同父亲的誓言 玷污了真结 卸毒了爱情 这时 鬼魂又出现 他一面鼓励哈梦雷特 要坚定自己复仇的决心 一面又让他安慰 惊慌失措的王后 波罗涅斯死了 生前 他是奸王克劳迪斯 最忠心的狗 死后 他也要为克劳迪斯 榨干自己的价值 克劳迪斯以波罗涅斯的死为借口 要把哈梦雷特送到英国去 表面上 他是为了王子的安全 实际上 他已经写信秘密的嘱咐 英国国王 要将哈梦雷特处死 幸运的是 哈梦雷特在去往英国的途中 偷偷拆开了信件 暗杀的计划暴露了 于是 聪明的王子 偷偷修改了信的内容 第二天 哈梦雷特乘坐的船 遇到了海盗袭击 他在混战中 趁机跳上了海盗船 然后又偷偷前回了国内 并找到了自己最忠实的朋友 霍拉絮 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了他 父亲波罗涅斯死了 爱人哈梦雷特走了 善良的奥菲利亚 承受不了这样的双重打击 终于精神失常了 哈梦雷特是装疯的 可奥菲利亚 却是真疯了 他终日游荡在王宫里 在花园里采花唱歌 有一天 奥菲利亚突发奇想 想把王冠 戴上高高的树梢 当他爬上那棵茂密葱绿的大树后 承载着他身体重量的树枝 却突然断了 一个多么善良美丽的客人啊 就这样落入河中 逆水而亡 他就连人带花 一起落下乌叶的溪水里 他的衣服四散展开 使他暂时像人鱼一样 漂浮水上 他嘴里还断断续续唱着古老的摇曲 好像一点不感觉到他处境的险恶 又好像他本来就是生长在水中一般 可是 不多一会儿 他的衣服被水浸得重起来了 这可怜的人 歌还没有唱完 就已经沉到泥里去了 奥菲利亚的哥哥 雷欧提斯从法国回来了 面对父亲的死亡 妹妹的离去 他意图煽动民众攻打王公 为父亲和妹妹报仇 诡诈阴险的国王克劳迪斯 哪儿能放过这样的仇恨 他借机把一切的过错 都推到了哈姆雷特的身上 家破人亡的雷欧提斯 让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亲信了克劳迪斯的虚妄之言 鲁莽草率的认定 哈姆雷特就是 弑父杀妹的仇人 在不知不觉中 他沦为了 坚王借刀杀人的工具 偷偷回国的哈姆雷特 让霍拉旭陪着去王公 在路上 他们经过了墓地 正巧赶上了奥菲利亚的葬礼 他那纯真无邪的恋人呢 此刻一动不动地 躺在了墓地里 悲伤 愤怒 所有的情绪 全涌向了这个男人的脑子里 他们一下子爆发了出来 哈姆雷特终于失去了控制 他冲过去 跳进了墓穴 哈姆雷特和雷欧提斯 针锋相对 虚情加义的克劳迪斯 在两人之间充当何时劳 正直的哈姆雷特敢作敢当 他向雷欧提斯 郑重地道歉 原谅我 雷欧提斯 这一切都是我在疯狂中犯下的过失 我哈姆雷特绝不会在正常的情况下 做任何伤害雷欧提斯的事情 是疯狂让我丧失了心神 误伤了我的兄弟 我现在请求你的大肚包涵 宽恕我 不是出于故意的罪恶 雷欧提斯 假意地接受了他的道歉 他说 虽然自己在感情上已经得到了宽慰 但在名誉上还不能原谅 于是 他向哈姆雷特提议 进行一场友谊的比赛 要光明正大地赢回自己的颜面 事实上 雷欧提斯早在之前 就已经听信了监王的谗言 这场名义上的友谊赛 背地里却早已布下了阴暗的陷阱 在二人比剑的时候 雷欧提斯用的那把剑 剑身上沾染了毒液 一场早有预谋的友谊赛 拉开了帷幕 故事到这里也进入了高潮 决斗中 哈姆雷特首先占了上风 他在第一回合里击中雷欧提斯一剑 为了向他表示祝贺 观战的国王 为他珍上了一杯庆贺的酒 哈姆雷特急于比赛 他就把酒放到一边 继续和雷欧提斯比剑 第二回合 哈姆雷特又率先击中了雷欧提斯 兴奋的王后 为哈姆雷特擦去了额上的汗 为了庆贺他的胜利 他拿起了克劳迪斯 赏给哈姆雷特的那杯酒 一饮而尽 雷欧提斯已经连败了两局 决心要在第三回合刺中哈姆雷特 但是 他的良心隐隐地告诉他 用染毒的剑比武 是很阴险的招数 可这时哈姆雷特用言语刺进了他 他让他拿出点真本事来 于是 雷欧提斯又鼓起勇气 奋力地刺向了哈姆雷特 并成功刺中了他 在混乱中 两人的剑各为对方夺去 哈姆雷特用夺来的剑 刺向了雷欧提斯 两人流着鲜血 激烈的混战 一片混乱之中 王后突然大叫着倒在了地上 原来 克劳迪斯赏给哈姆雷特的那杯酒 竟然是一杯毒酒 哈姆雷特没有喝 却被王后喝了去 害怕事情败露的克劳迪斯 连忙谎称 王后是看见两人流下的鲜血 才晕倒的 被哈姆雷特夺走的剑也 刺中了雷欧提斯 毒性逐渐地在他体内发酵 奄奄一息的雷欧提斯 终于在最后一刻良心发现 当众揭发了克劳迪斯 所有的阴谋 哈姆雷特终于没有错失机会 他举起了手中的毒箭 向克劳迪斯狠狠地刺去 他杀死了仇人 哈姆雷特已经中毒 在临死前 他嘱托自己的好友霍拉絮 要他向世人 讲述这悲惨的故事 以警示后代 然后王子带着不尽的遗憾 告别了人间 我们能从书中获得什么 明白人是一件 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哈姆雷特的人生 无疑是悲剧的 他虽然成功报仇血恨 却让自己和母亲都丢了性命 在整个复仇的过程中 他反复强调一个词 天命 哈姆雷特不明白 为什么他会遭受父王被杀 母亲改嫁 爱人身亡这一系列厄运 唯有天意能给他解释 同时 在复仇一时 命运的安排让他觉得 弱小的自己是敌不过狡诈的叔父的 在复仇的过程中 他误杀了波罗涅斯 并间接导致了奥菲利亚的死亡 这又让哈姆雷特认为 自己在除恶的同时 也在制造罪恶 这不是天意 又是什么 事实上 哪有什么命运的安排 不过是人为的选择 导致的不同结果罢了 而导致哈姆雷特走向命运悲剧的 正是他优柔寡断的性格 这让他只能做思想上的巨人 和行动上的矮人 最终 措施复仇的良机 落得一个两败俱伤的局面 那么 应该怎么评价哈姆雷特这个角色呢 其实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有人从历史的角度来解读哈姆雷特 他们说 那时正值文艺复兴末期 是一个封建主义走向没落 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开始崛起的时代 在那个时代 人文主义理想取代了 蒙寐无知的中世纪宗教教条 但又逐渐演变成了 对人类私欲的追求 莎士比亚借用了一个 八世纪丹麦国发生的故事 来反映16世纪 英国社会快速变化的现实 哈姆雷特代表着 具有人文主义理想的新兴资产阶级 而他的叔父克劳迪斯 则代表着反动的封建势力 通过描写他们之间的斗争 莎士比亚揭露了人文主义理想 和当时英国黑暗的封建现实之间的矛盾 同时通过对哈姆雷特悲剧命运的描写 也反映了人文主义理想的软弱和弊端 以此号召人们为时代的改变而斗争 与此同时 也有人认为 哈姆雷特是现代人崇高的代表 他体现了人类生存的所有面目 他是我们的英雄 因为在哈姆雷特身上 理性和感性的品质 都发挥到了最大的极限 他能缜密的思考 又能全身心投入情感当中 再加上他拥有高尚的品格 不屈服于强权之下 为了正义的理想而战 他高尚的品格 也不止体现在他的理想价值当中 更深埋在他柔软细腻的性格里 他不杀正在祈祷的奸王 诚恳地向刘提斯请求原谅 这些虽然导致了他命运的悲剧 却体现了他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尊严和品格 总而言之 哈姆雷特之所以能有多种解读 也是因为莎士比亚将他描写得特别丰满 是一个复杂完整的人 正如剧中所言 人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杰作 多么高贵的理性 多么伟大的力量 多么优秀的仪表 多么文雅的举动 在行动上多么像一个天使 在智慧上多么像一个天神 宇宙的精华 万物的灵长 人是那么奇妙复杂的动物 莎士比亚透过哈姆雷特 已经将人的生存讲了大半 假如您也读一读哈姆雷特 相信您也有属于自己的哈姆雷特 好了 哈姆雷特我们就为您分享到这里 如果您还有什么想说的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